我想問一下莊豐佳這件事情 因為華市的總經理莊豐佳 他就是拿新聞自由來當當劍牌 那現在你怎麼看他現在的路線 跟好像就是藍綠都非常不滿他 國民黨是做了一個 好像要做了一個建議吧 就是說華市跟那個事實查核中心 不要那麼密切 不要合作做節目啦 是這樣的 他認為是干涉新聞自由 那現在分成幾點 第一個所謂這個事實查核中心 是不是真的公正 假如事實查核中心 變成像是民進黨的側依一樣 就跟那個公都盟一樣 那這樣的話你就沒有公信力 你查核什麼事實呢 你查核只是這個局部的事實 部分的事實 那第二個就是你華市跟事實查核中心 到底什麼關係嘛 你們關係到底怎樣 不是聽說那個事實查核中心的負責人 將來也會當公事的董事長 那這東西感覺就很奇怪 你們關係到底是如何 那另外就是說 假如說你真的反對 你可以具體力爭啦 你就說我們是很公正的 事實查核中心也是很公正的 你可以講 你不能用語帶威脅說 你不刪掉 你不撤案 我就開記者會修理你 你一個媒體 一個總聽者說要自己的媒體修理人 這的話本身就有問題嘛 你媒體是用來修理別人的嗎 不是嘛 對不對 你把你自己媒體當成什麼 當成武器啊 這整個都錯啦 錯錯錯錯錯錯錯 所以難怪藍綠都生氣嘛 所以我是覺得 另外就是說 假如說你華視 你從頭到尾都很公正 你的新聞的確從頭到尾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也罷了 那自然你不是嘛 為什麼 因為你是屬於公廣集團嘛 那公廣集團每次只要換一個政黨 他董事長總經理都換成這個這個執政黨主義的人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公廣集團不是民進黨執政 你這些人能去當董事長總經理嗎 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公正的一個媒體了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跟我講什麼什麼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什麼媒體公正 你不是不是笑話一者嗎 所以我覺得 那除非華視說 你看以前我也罵民進黨這樣罵罵罵罵罵罵 說我很公正 媒體本來就是監督執政黨 媒體拿是主要監督在野黨的 你拿出來給我看看 對不對 那當然 他可以講說 柯建民那個地質法我也批評 那到底是你站在公正立場 還是站在派系鬥爭的立場呢 對不對 你看昨天地質法為什麼立法院就算了 柯建民本來要通過通不過 民進黨裡面都不支持嘛 派系很多都不支持 去的委員很少 所以柯建民看看大事以來就算了算了 所以表示 地質法的這個被華視批評 不見得就是表示華視公正 而是民進黨裡面有不同派系 有不同的角力 所以我覺得你要談新聞自由 談言論自由 你本身要做的證 大家沒話講 中華人家講的話沒錯啊 你不應該干涉言論自由 有事 但是你真的做到了嗎 你拿這個來罵國民黨 我覺得難怪他們不能接受 對不對 今天任何政黨 大概也很難接受這樣的指控 我可以說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